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5,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9月4日,星期三 今天最低氣溫27度,最高33度 好熱天氣警告和1號戒備訊號是現證生效 最新風暴消息 摩托穩定向偏西方向移動 強度亦有所增強 預測今晚風力會逐漸增強 天文台考慮在夜晚6至9點 改發3號強風訊號 今天部分時間有陽光,也有幾陣驟雨 夜間酷熱,稍後有幾陣狂風雷暴 吹禍滿東北風,稍後風勢逐漸增強 海有湧浪 嘩,真可憐了 開學日,手中學生輕生的事件 稍後會和大家跟進 小朋友只有16歲 無需要這樣,日日是好日 綠合彩沒有人中,未來是2000萬 我媽媽記得幫我買 中了一人一半 好嗎? 又說打風 打風就不用上學上班 日本也沒有風假放 香港也有 又說增強,三號風 打不打得成?兩個因素 有機會,很大機會 叫壺 另外看到有個黑人 美籍黑人 破壞我們香港機場 那你真的 你要買那個重量 現在搭飛機 他不滿行李超重要加錢 然後呢 就弄壞我們機場的東西 被人拘捕了 唉,真的 要不要這麼衝動 付錢而已 錢可以解決的問題還是問題 對 好 那我們先討論一下什麼 說回昨天那件事 真可憐 哇,深圳灣的海關 車子飛到海裡 攝氏車頭蓋掀起 右邊車身就變形 看回 哇,照片好像 真的好像一塊紙開槽了 真可憐 送去汽車扣留中心 家屬認屍也無言以對 對 這麼可憐的事也有 就表示難過 海關那邊就 這個意外的事情 可以避免的 交通就駕駛慢一點 不過有時候 我告訴你 駕駛也是很容易會失控的 因為我現在在打遊戲 完全控制不到車子 一轉彎的時候 他會失控的 OK仔是可以的 OK仔是可以的 賽車比較熟 我不行 駕駛也要小心 各位 屯門公路三車串燒 鐵騎士受傷送軟 1號風交黃雨 昨晚11點 輕營 貨車 私家車 電單車 炒 嘩 私家車跌落地 手腳拆傷 你也算是這樣的 電單車車尾箱 脫了 不是他的頭脫了 很輕的 電單車三車炒 算是輕傷 其餘四輪便沒事了 又濕又滑 你真的有些功德 如果不是大家是大吉利士 天雨露滑 用不容易搞定 對吧 大家真的駕駛要小心 另外看到 佐敦那邊 爆了鹹水管 好像瀑布一樣 嘩 射到上二樓 厲害 多部車 衝爆玻璃 不誇張 在文匯街文景樓 嘩 水很厲害 好像急漏 下面下街 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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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爆發 昨天下午6點發生 水射到二樓高 有些水 那些車被淹水浸過 又說不行 不過好像有保險 但是沒有水沖刺 嘩 這件事很久了 那些房子已經夠了 連鹹水喉都爆了 真是嚴重 好 沒有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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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拘捕一個男人 管理賣淫場所 蘇王行動 對 但是那些 那些 一直都在 那些 為什麼我知道 我直到上去 那時候做過那些 在網上的節目 說過那些吃羊工業 夜總會馬腩那些 對 沒有女兒在 你要不要有人叫 然後有女兒上來 這樣說 那些地方 長期坐過人 那些地方 只能拘捕一個男人 那我叫管理賣淫場所 這樣 是的 我覺得 很少機會 上去那些地方 那時候我記得還要包他們的場 導演說 給你五個水 現在你沒有生意 拍一下你的環境 可以嗎 當是紀錄一下香港的文化 對 那些 那些 都是求財 這樣可以借別人的地方 好 接著說 黃島獨 醉倒 打擊沙田區 街頭醉倒 四公屋 屋邨 拉了16個男女 在街上玩東西 65至84歲 15名本地男子女子 在利安村 和邪村 遜敬村 廣原村 拘捕15名 其實 很少人 在四個地方拘捕15人 有個地方可能只有三個 只有三個 小貓只有三、四個 大手足 告訴你 賭錢 當然不行 是犯法的 另外 有手機應用程式 聲稱可以代替普通科門診 醫管局指 非官方開發的 究竟是好心事 還是騙事 因為現在暫時沒有發現有異常和病人資料外洩 因為沒有授權任何第三方開發的程式 他怕你給了一些資料人 拿名字登記 或者什麼 那時候是騙都沒有 其實叫人們小心 現在醫管局開發只有一個叫HAGO 可用作預約普通科門診服務 其餘那些 他說 你的姓名身份證住址 聯絡電話 避免有關國人資料被不當使用 你自己各自理 暫時沒有案例 拿了東西才知道 希望你不要做第一個 另外 賄賂法官 檢控官 五十萬想賄賂別人 欺詐罪的囚犯說 五十萬真是賄賂 求對方干擾案件審訊 傻子 五十萬這麼少 買一輛車也不行 是不是 五十萬 所以香港這個高薪養廉其實是對的 為什麼 真是人窮才自短 五十萬也算什麼 普通人都是做兩年而已 人家是檢控官 我不知道他賺多少錢 一個月 我當你十萬八萬 半年薪金也沒有 傻子 你真是 哪有這麼蠢 對 廉署把這個在赤柱 監獄服刑的囚犯 控告他用五十萬賄賂一名 律政司檢控官 神經病 對 真是搞笑 出手太少了 多兩個零才說 多兩個零也不要說 賄賂是不對的 犯了一些低級錯誤 另外 上次說的 港大男生 兩道非禮 祖媽 非禮 說一些色情話 拿東西頂人後面 罪名成立 被判入獄八個星期 說自己抽東西很大 叫女方幫忙解決 說一下不行 還當面拿出來 真是變態 男生被控兩項非禮罪 他不認 不認就審 入獄八個星期 這樣不行 事發當日向下體磨擦 受害女性被捕五秒 為何可以做到這樣 背部 那女生很矮 那男生很高 我不清楚 腰部 很害怕 床上拿手搭她的腰 很害怕 不知所躁 當時就是這樣 嗯 好 另外看看 國泰飛機又取消了 今天是星期六 今天是星期三 今天再取消十對來回短途的航班 旗下十五架A350航機 需要維修 嘩 維修 只是檢查而已 他說維修 報紙寫維修 好 好的 安全一點才拿出來飛 不然就是大吉利是 唉 那 說一下大吉利是 有個學生 開學第二天 受學業生活雙重困擾 屯門十六歲中學 男生墮樓身亡 唉 真是 第一滴血 不要再有了 祝福各位 昨天早上八點零八分 屯門見生村遇生樓保安報警 只發現一名新村校服少年 倒臥大廈禪 懷疑由高處墮下 救護員接報刀場 檢驗後確實 證實這個少年當場身亡 警員期後 檢莫遺書 聯絡到死者家屬了解 初步相信十六歲男死者 由大廈一個走廊跳下去 據了解男生因為學業和生活問題 困擾而興生 教育局發言人說很難過 家人自深切慰問 有支援和提供意見 學校已啟動危機處理小組 他要做的事都是這些 你老師 很難了解全班同學 即一班你管三四十個人 很難了解每個人 誰不開心誰開心 其實老師在哪一方面比較重要呢 其實連古天樂都說要 吹雞叫演藝人協會 和大家打打氣的學生 其實都知道事態嚴重 這件事根本是嚴重的 每一年開學 他鼓勵 教育局 鼓勵關注學童精神健康 鼓勵有情緒困擾學生 向校內專業人士和信任的司長尋求協助 我說過內人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很內向的人 你未必會向外求助 但你自己去關心他 又不知道關心誰 一班那麼多人 因為老實說 通常那些 老師關注的那些 就是乖學生 要不就是罵那些乖學生 中間那些往往是被忽視的 你不要理我 我不要理你 大家過完那個 上學時間就算了 但人真的很多 真的看不完 你在教育方面 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科目 不是討論死亡 只是整個正能量科 但是真的很本末 倒置 因為上學本身就是 很抹殺 這個世界什麼人都有 很抹殺 各方面的才能 很不同的人 大家要去讀同一樣東西 有些學生是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但是老師本身 他好像很少這些經驗分享 或者他也不能夠關注每個人的健康 精神健康 所以這個是很想避免 但是似乎在配套上 又很難避免 是的 我知道最後有社工 一個社工對一千人 我真的沒有能力做到這件事 可以的話 將傷害減到最低 他暫時要做的事情 真的做完 但是 要檢討 他們那個 教育那些 教材 會不會多一科 各樣 其實很簡單 我上學的時候 沒有人告訴我 做人是做什麼的 你問問老師 其實你做人是做什麼的 看他會不會回答你 服務眾生 為什麼 因為眾生供養我 我供養眾生 但是他不能回答你 他不會回答你 我自己也不會回答你 我以前也不會回答 在生命當中找一些答案 很多網友想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 唉 今天真的無奈 太多新聞要說 要讓我說說 45分鐘有佛善的環節 我們去第二個新聞 說說一些開心的事情 六合彩也沒有人中 二千萬 二千萬就 夠退休有餘 為什麼這麼難中 看看 二三七 二十五 四十六 四十八 特別號碼十三 頭二獎也沒有人中 三獎七十五 每週派六萬四千四百八十元 二千萬 今天不是你 明天可能是你 記住買吧 人挺有希望感 真的 好像我剛才說話這麼快 我想告訴大家 我以前說話真的扭口 我說話不會那麼順利 是練習的 每個時間 可能有些新的事情會學到 有些新的技能 會得到 人生真的很開心 很好玩 好 另外看看打不打得成風 今天就是三號風球 改掛更高的風球 兩個條件 兩個條件 我不用看天文台 我想猜 我還沒看 猜了就是很近 和很厲害 神經病 是不是 不然怎樣 很近不掛 難道你 經常在這裡 你看看 這個魔蝶可能增強為強颱風 加上移動路線 存在不確定 採取較偏北 更接近華南沿岸的路線 因此會視乎路線和強度變化 不然我剛才說的 要是很近 要是很厲害 唉 適時評估 改發更高峰 是 很有趣 請人回來說一些很官方的事情 但那些事情你也知道 這世界真是有趣 這世界真是 慢慢來吧 有機會的 那麼 4日就是今天 保持400公里的距離 可以了 集氣 打得成 希望 星期五 希望是這樣 不是 有些人不喜歡打風 很多人都喜歡打風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風也是要打的 這個世界是這樣 無論你喜不喜歡 有些事情都是會發生的 我只是OK仔 會不喜歡下雨 下雨是恆常不變的 四季都是一定有的 是的 越有陰情緣絕 是不是 人有悲歡離合 一定有的 這個世界是無常的 包了一個套餐 所以 沒有說開心不開心 一樣是這樣 人最大的煩惱就是 你不明白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生來死別已經很不開心 一定很不開心 但是生來死別已經很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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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明白這個世界有些事情是 這樣的時候 你就不會 你就會看出另一件事 這個世界 好 又在這裡說 開學日比成學校 什麼 病毒溫創 致命核包病毒怎麼防禦 不上學 哈哈哈哈 在網上教 不是說笑而已 叫大家洗手而已 不用說那麼害怕 又要量度體溫 消毒雙手 好心 增強抵抗力 老實說 我知道你學校做不到 那就差勁了 怎麼差勁呢 一個禮拜一次體育課 那些學生哪有夠放電 發育時期 你隔天 你又覺得 有些人會覺得很辛苦 辛苦就對了 就訓練一下他 你不做運動的人 哪有多巴胺 一個禮拜一次 體育課還要休息一下 那邊打羽毛球 發展感情 那邊打排球 我以前是很喜歡上體育課 我真的喜歡運動的人 一個禮拜一次真的不夠 放學之後 也有些運動 有什麼校隊 那進不了那些 那你不用理會他嗎 是啊 運動要慢慢培養 其實人需要每天做運動 最少30分鐘 你那些 說完組會的 那些 不如大家摸著手摸著腳 拉著筋 真的 是啊 有時候的事情要變 其實是好的 不過你們不懂得做 根本沒有想過要做 唉 不要說那些 有些人說 給你一個教育局長做 不要 省下 我講講講就行了 你們自己 所以這個世界 就是如果我要生小孩出來 讓你去管 然後跟你的規矩 但是這個規矩 我覺得不行 那我怎麼生小孩呢 對不對 要檢討的 要改善的 好 昨天 行雷閃電會出事 真的 雷雨嬌嬌 有些人在Facebook上拍出來 閃電 一個小時閃了7000次 哇 雷神 厲害 全港錄得7088次閃電 1895次是雲對地 雲對地閃電 另外一次5193次是雲間閃電 天文台就是做這些事情 講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給你聽 這個我不知道 統計了 真的肯定是7088次? 會不會多一次少一次呢 不知道 那她說你就聽 是 有什麼用呢 知道 只有G字 好了 接著就說一下 什麼 在那個女子 在那個波子裡 和庫囊裡 藏在626顆珍珠 不是生東西 真的是珍珠 她在一個走私 在海關那裡 藏在胸裡 所以說 噢 不是說海關官員看著你的胸 然後覺得你 浪得不自然 她說 發現一名 身穿黑色 鬆身衫 牛仔群 女士 神色 方張 舉止異常 唉 空暴發現 兩袋 用保鮮紙包著的黃色膠袋嗎? 是 在庫囊裡發現黃色膠袋 就拆開了 有626顆珍珠 真是 很差勁 擔驚受怕 學什麼人走私 上班 做不犯法事 帶些違禁品 黑珍珠 門碎 現在被捕了 被捕了 好 另外 那個美籍黑人 破壞我們的機場 沒有錢 就沒有買太多東西 就在昨天 7月21日 赤立國香港國際機場 四樓離港樓層 有一個40歲美國籍男子 和航空公司地勤人員發生爭執 大花雷霆 接著破壞 多支排隊拉帶柱 向地面櫃位亂扔 部分鐵柱彎曲 嘩 想殺人 真是恐怖 恐怖 當時分別為香港快運高雄及福江乘客登基 市主不滿被徵收 首提行李附加費 因而與習口職員爭執 這個不是剛剛的新聞 不過他們不知道也不成功 香港快運 說了hand carry要收錢 這樣就是 一向都是我一個 其實搞多幾宗這些事情 分分鐘他又轉回之前 這樣 是啊 那麼廉航 廉航什麼都收錢 喂 我不知道看到多少 我坐飛機 那些年輕人 買一隻大公仔 抱著上飛機 跟你說 不要緊 超過一尺寸 給錢 那些公仔 馬上扔掉 那些公仔 老母叫他扔掉 是啊 有些也是搞笑的經歷 有個女兒去日本買東西 很便宜 那裡便宜 買垃圾 水頭水 那些香港可以買 很便宜 買幾行李 然後坐飛機 超過一尺寸 超過重啊 要付回八八至一千 白癡在香港 你不怪 加上退稅 在香港買也可以 要在那裡拿回來 這世界就是這樣 錢啊錢啊 什麼都是錢啊 另外再說一下 怎樣 又是走私啊 南丫島高速快艇走私 那我就拘捕了 走私什麼東西 剛剛按了一宗新聞看不到 算了 都是走私東西而已 不是太重要 因為這不是大新聞 另外 這宗也不是大新聞 我每次看到電動車被拘捕 我也想說一下日本的情況 大家交流一下 長洲男子駕駛電動車預查 四宗罪被捕 當然是說得厲害 他又沒有第三者保險 又沒有戴頭盔 駕駛時沒有登記車輛 駕駛時又沒有排名 這四宗罪在香港是犯法的 五十八歲男子 在長洲被捕 長洲的密度也很低 其實 昨天說到電動車的人 不喜歡大阪 大阪呢 很多單車飛來飛去 其實是這樣 全日本的電動單車或單車 都在行人路上飛來飛去 不過大阪有太多遊客 包括你說出來的時候也是遊客 你會覺得地方很擠 是的 但是日本真的是合法的 如果你上網看看梁朝偉 他在日本很喜歡玩電動單車 拍照 他沒有戴頭盔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車牌 總之在日本是合法的 日本人的禮讓文化 是 感覺上安全的 除非你自己失控 被解僱 大家都會互讓 很多時候也會互讓 當然樹大也會有枯枝 一定有 香港的法例沒有通過 好像說去年有什麼電動車 我記得應該是去年 接著說著說著沒有那件事 跟劏房一樣 這樣吧 有些人說香港不行 密度太高了 香港密度怎麼會夠大阪高 你先看看心齋橋 上網搜尋一下 香港已經沒有以前那麼高密度 以前真的很高密度 在旺角女人街也很濕 為什麼以前可以這麼多人走 這條街頭 真奇怪 都是賣那些東西 就是賣那些東西 在日本每個星期都會轉新東西 換貨的速度實在快得太驚人 每天出街都有新東西看 香港現在的女人街 都是賣20年前的東西 都是那些東西 你說要檢討也不用檢討 因為零售業真的不能做 如果這樣做 主要是網購 主要來說 想想其他東西 香港又拆掉文化特色的東西 基本上在日本走過一條街 突然會有個古廟 神社 幾百年 四百五百年歷史 香港本身有很多這些東西 當然香港只有二百年歷史 但是那些東西都拆掉了 拆掉了 拆掉了之後 你有沒有弄好 有些位置也有 保留著某些 那些 是 要想的 這些進不了我們想 我們只能看 看到這樣的情況說一下 沒什麼 另外 大家過馬路要小心 不要說電動車撞死人 都沒聽過 撞死自己 通常踏下去 大埔有一宗 走出馬路 被車撞低 貨車 旺角 中年婦人捱貨車撞低 五天之後死亡 五十三歲成章 上個月二十九日 十點早上發生 一遇到昨天 昨天 昨天下午五點零四分 證實雙重死亡 那馬路真的要小心 馬路如虎口 另外 看看 說一下這宗 他說 有些美白的產品是禁售的 但是他照賣 三十七歲女子被捕 那隻叫做八十八 Total White Under Arm Cream 美白是哪裏的 是不是格拉底的位置 三十七歲女子被執法部門拘捕 他說這隻是禁藥來的 不要用這些東西 可能不知道 不過有隻放在網上 又說便宜 放在網上賣 你也要看看 跟香港市面有否可以賣 你才會賣 市面沒得賣 市面沒得賣 可能是他本身有這麼弱的成分 大家自己都要聰明 其實挺好玩的 你上網看看 現在挺好玩的 你什麼都可以上網看到 看到他的資料 對他人對世界充滿好奇心 那你就會越來越聰明 你什麼都要問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找一個答案出來 但答案不要自己覺得是答案 對呀 自己覺得是這樣的 還是這樣的 網上很多人都是這樣 很偏執 上網看多些不同的資訊 個人就會開心很多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拜拜